梁逸荣志 哈雲 风水 郭志杰 郭志杰 这次第六台 第二件事我想讲讲就是 有些老友给了个花名我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了 给了个花名叫做大师 听听听听听听人叫叫叫 有时都有点飘飘而 其实很惭愧 不好意思 这个名字 第三件 我想大家都听过 有个词叫天机 所以天机不可泄露 我发觉就是 如果我说了的话 是不影响事情 怎么发生的 只要发生 像美国总统特朗普 香港特首那些 我说了没有人理的那种 很准的 但我发觉如果说了 而会有机会有人理的那些 就有机会错的 那这个你们就小心了 所以错与不错 哪个准哪个会有机会错的 你自己 好 那些太多了 因为连那些正传港元 今晚想说的 首先在这里呢 就恭喜大家 恭喜发财 因为今年真是恭喜发财 大家都发财 因为大家都是有米之人 有得投资 今年其实就是 你买什么都好的 买什么都便 买什么都升 这个 就是金 金呢 就今年呢 去年说 今年会见 不是 去年就是17年 说金会见1,300 那没有了 在今年里面呢 金呢 是可以见到1,500 过去年呢 这个见到1,800 所以呢 就是如果一个 就是相对稳定 而那个可以赚的比率又高的呢 其实金是最好的 就是如果这两年的算 金是最好的一个投资 啊 因为它稳定 和赚的比率都挺厉害 因为现在1,300 核充些 如果上1,500 都是15% 是吧 是吧 今年就是 买什么都财 啊 第二个东西呢 原油 原油也是今年一定会上升的 去年就说 就是17年呢 我说一定会过60的了 那现在呢 62,63 今年呢 就稳定一些 在60的范围里面 60的范围 那都有10%的了 另外呢 就是大家都很积极参与的 所以呢 大家都在这方面呢 一定有投资就是这个楼 楼 楼 今年呢 楼一定会上升的 今年楼价 继续升 继续稳步上扬了 不过呢 就 如果大家都 跟我听过一下 这封面的呢 都知道有什么看法的了 啊 楼价 今年是会继续上升 会见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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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呢 就真的要小心 如果未买的 今年就是 起码 我建议你们看两年 啊 为什么在两年呢 因为明年呢 因为明年呢 19年呢 所以 我的19年呢 是2018年的11月 出道立功之后开始的 吧 19年呢 是 香港是会有个大塌的 是啊 那它触发点 它出事的地方 在年头应该在美国华尔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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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出事 那但是刚巧 那么巧呢 本来亚洲应该没什么 冲击一下 撞一撞 跟着很快就復原了 原因呢 就是因为 中国财星政召 所以很稳定 因为有中国 所以 亚洲都很稳定 但是呢 华尔街出事 全世界都会出事的 即时会出事的 和它有直接关联那些 欧洲 澳洲 加拿大 英国那些呢 就会受到冲击的了 啊 那英国呢 那个冲击呢 就会和香港差不多了 都是它的牌子的 英女王都过不过 很大的机会 都过不了这一关 啊 啊 啊 这个不关你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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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是女王啊 啊 你自己家里是女王 啊 嗯 那 那 香港那么巧 就香港的父母山和潮山都是犯杀 那就是说呢 这个冲击呢 一来到香港就 即时呢 就香港会认的 香港认了这个冲击之后 跟着呢 呃 因为2024开始 香港 就在这个运里面 香港是退运 那就是说呢 在19年这个冲击 下了之后呢 就会等 起码静三年 啊 不用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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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多几年 又可以买很多东西了 过多几年 又买很多东西了 哇 到时候整条街 都给你买了 那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 今年的楼价 我刚才说了 今年的楼价是继续升的 继续升的 其实去年 前年都说了 今年是会升的 但是就很危险了 因为报警了 今次和以往 那个跌的分别 最大的分别就是 时间长 时间长 我就看不到了 你们在座 很多人都看到 不过你们看到也没用 到尾的时候 都八九十而已 真的看到也没用 所以如果你们常 帮你们的子女买楼呢 先等一等 先等一等 等几年 为什么等几年呢 因为你一跌 如果大家吸收了 九八年的经验 九八年一跌 跌三成的嘛 但是如果你在九八年 尾入市 那一堆都开了 因为跌到03年 跌剩三成 所以就是说 你们呢 如果到春天真的跌的话 你跌了朴入市 你都会坏的 所以你等多几年 就等到它跌定了 你才要入市 那你们就可以买回 现在的一个单位 到时候可能买到四五个了 那你们有米之人 不过就是看看 分配你都米了 如果错配就大莫了 所以如果你今年最后 是会是最差的一个投资 那你现在买 你落格买 到年中那样 你发觉你自己是 最厉害的 是会升了的 但是如果你不走的话 你现在要买了一个 就会买了一个 如果走的话 你蝕了一个 蝕了一个花费 那所以呢 如果现在 买家去买房子 这是最坏最坏的一个 投资 那你想清楚了 那你们想清楚了 那 除了房子之外 那今年 刚才说什么都升啊 房子之外 就股虽 股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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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都会上升啊 会好的 我之前说如果记得滚3万2 就会见3万6、7 但现在3万2已经到了 所以应该可以见到3万6至3万7 继续的percentage也不是很多 10%的percentage也不是很多 好似升几千点 其实就不是升得很多 所以继续呢 红月或者公里比率 都是差一点 但是有风险 股票有风险 应该我看呢 去到这个7月 即是10月到顶 10月到顶 跌得厉害 跌得厉害 就应该去到明年1月 到明年1月 接着还有一个月会跌得厉害 然后两次会跌得厉害 但是到顶的呢 就应该10月 即是9月 即是率率 但是呢 这个有机会错的 所以你们自己掌握 如果有赚 你不要想着赚尽最后的1 因为通常你想着赚尽最后的1 都是不轮到你的了 所以你自己掌握 那这里顺便 因为说一下股票 就说了几样了 那那个腾讯 有人问过我 腾讯呢 短期内 应该可以见到 4007 不过呢 我看到你的那个像 其实那个是更鲜明些的 他会接着 如果站得厉害 3007 就复 就OK了 如果不是 你有机会再下去270 希望我看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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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两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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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在这里 写清楚一点 看清楚一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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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两万手 就要想一想 那这个 你好像有问过 这个平保 平保 现在90多 我看应该有机会 应该看到 看个像 就看到120 哇 啊 那 那 我之前说 如果 找86 又会见100 那现在接近86 所以应该是 可以看100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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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交所 我说会见300 可是现在差不多了 所以你就自己想想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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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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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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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大小是向好的 各个板块基本上都是好的 内房股,金融,金融是相当好的 但除了有一个就是火电煤 火电煤就差一点 其他包括银岛、零售那些都可以升 但比较稳定 价格比较稳定 就是金融股 那个投资 刚才我说的,今年真是恭喜发财 因为每个人都说真的发财 不用我恭喜你们都会发财 另一样的投资可以考虑的就是外币 外币呢 因为美国经济很好 又说会加息 但其实呢 不觉不觉呢 外币会升 外币会升 比较差的就是加拿大加战 最稳定呢 如果这么多只外币来说 最稳定的外币呢 是人民币 人民币 但人民币今年就不会升太多 今年它一升呢 升得多呢 它又会移回一点 但如果你今年去投资 就是如果你要放现金 人民币呢 明年会升得多下 因为明年财政政召 所以人民币会升得多下 如果你要放现金 除了放港银 那你可以考虑其他人民币 因为财率 不是 那个银行的利率又不差 挺好 现在搬了三四厘 再加上升回三四厘 那都是17厘 那我之前 那我之前 本来我讲过 前几个月的时候呢 就扭完了 扭完了 但是呢 现在扭完了 对美元 对美元由0.68 已经升了上去0.73 升了7-8% 那所以呢 这是对美元 不好意思 但是 现在这个水位 我觉得就是 我所看的像 之前都看了 最近没有再回看 是怎样的 因为我看一年了 那虽然是很大的 因为已经升了那么多了 那再升 就是捐了多少 可以再升呢 这个 因为不是很安定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 其实扭完了 有机会去到接近6元 反正的 去到接近6元 但是 上不需要到6元 应该就明必 应该上不到的 但是可以去到接近 那 那 这个是 这个外币的投资的情况 那 那 人民币呢 其实 我以前都说过 除了这个 1516那两年差一点之外 那 我们由这个 17 就是说16年的 11月7月之后 开始 其实 那几年呢 比较好的 人民币都是一路上的 那 今年就 在上之中 就是平稳一点 那 春天会再升多一点 那所以 如果你现在是快乐应期呢 春天就财息兼收了 因为 春天 人民币的升幅会比较大 那 这个 所以 人民币 在内汇的投资来说 是最好的 好了 那 那 投资方面 做些什么呢 有人问过 买楼 那 香港楼买过了 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以前买下 那当然 好了 以前买下 我会建议 你 是 那 那 你 不要相信我 但是 如果你完全不相信 那 我觉得 就有点错失的机会 有机会 那 但是呢 其实 在全世界 买楼的地方 你可以考虑 因为 未来呢 我说过 未来是亚洲的世界 就是将来是黄种人统治这个世界 就是过往几百年就是白种人统治这个世界 未来就是黄种人统治这个世界 那 在 这个 这个未来是亚洲的世界 在亚洲里面呢 中国是领导的 那 但是呢 就是中国是领导的 但是 会带起了所有周边的国家的 那 有一个地方其实是 可以值得考虑的 就是 如果要买楼 这个也是 其中有位 有个问题 就是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因为马来西亚呢 就是 它吃正这个云的 吃正这个云 那 所以 你如果在马来西亚买楼的话 应该可以 就 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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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和 这个汇水 两边站 现在它的汇水都是低 相据港元来说 汇水都是低 所以有机会 虽然升了些 像我最初讲的时候 已经升了 两号多次了 现在 以前那时候过七 现在已经过九 但是现在还会再升 那 那 不是它楼价都会升 那 但是 当然要看了 看它在哪里了 因为你买入DL的可能好些 均城那些 一手楼就升得很厉害 但是二手就 一般的 因为它没有什么租盘 好像 好像在买楼说 那样 作为投资的话 其实要留意一样东西 因为下一个运 由2024开始 那 在这个运 就是由 04到23 这个运里面 在物质昌成运 物质昌成运 物质昌成运 就是说 什么都贵 什么都有价 什么都贵 但是 所以 楼价 其中一样 下一个运 它是精神文明运 讲精神文明的时候 那些人 对物质的重视程度 就减弱了 那就是说到时候 楼价 就不会 现在升得很厉害 跟着 经济 那个 demand demand 是supply 跟着 那个原则去走 应该好就好 应该跌一跌 很多人说 就升 跟现在 就是很大部分 炒到高 那个情况 不同 所以 如果投资 在楼方面 要留意这些 就是保值可以做到 但是 赚太多 就未必了 就是 由24 开始 所以 你们 要想想这些 就是 不要说将所有的钱 放在楼上 因为到时候 绑死了 啊 投资 差不多了 啊 方位吉凶 啊 刚刚好 那 那 我不用了 那 今年 那个 最高危 就是最差 的一个 方位 是 北方 北方 就是 如果你的 门口向北 你的床头枕着北 你的厨房 那 那 或者是 你经常坐着那位 又向北 是啊 又向北 就是坐着那北 望着南 那来看这件事情的 基本上再往做的 那你就留意了 啊 因为这个呢 这个北位 那是 有两个很重的杀战 啊 就是 如果他經常坐在一起 健康一定受到他的打擊 一定受到他的壞影響 他還有這個壞影響除了健康之外 還有就是每日士兵破財 你們小心了 還有他如果出事 身體出事 會是意外形式出現的 即是你都很急的 你都很急的 你們要小心 如果有一個化解的方法 一個化解的方法 你就可以在這個北位上 找個四峰形 綠色的陶瓷花盆 用泥中山之富貴珠 如果你的門口在北 床頭在北的話 即是廁所廚房在北部那些常常凍滅的地方 或者冷氣機在北部 那你們就可以在那裏擺放 用四峰形 綠色的陶瓷花盆 用泥中山之富貴珠 但是山之富貴珠的擺法呢 就用一個品字形擺 品字形擺 因為沒有一排 它一排就像山之香那樣 還不是挺好的 而且你們買這些就是富貴珠 沒有開雲珠 因為開雲珠插了兩支 山之香那樣 所以都不好 那就可以幫你們化解了這個北部的保存 那第二個位呢 就是西 西呢 也是一個麻煩的地方 那這個北部呢 如果身體出事是什麽呢 這個腎 血 有關的 西呢 如果身體出事就是什麽呢 空肺 呼吸系統 這個女性病 和皮膚病 女性病 和皮膚病 女性病 和皮膚病 那如果你們門口向西呀 床頭向西呀 如果你們在做事的話 就麻煩點啦 在北部也一樣啦 如果你們在做事就麻煩點 不過你們各位都已經在洗頭紙的時候 這個就少些擔心 那但是呢 健康就一定要留意 在西那裏呢 如果你們是門口向西 床頭走西 廚房 廁所 奶機這地方 或者喇叭在西面呢 你可以在那個位置 找一個四方形直身 黑色的陶瓷花瓶 裝八成水 可以幫你們化解了 另一個方位就是西北 西北 如果門口向西北 如果床頭走西 那些不重要 向西北 那些不重要 如果門口向西北 那你就會多麻煩的 那你可以都是同樣 同樣處理就是 把一個四方形 黑色的陶瓷花瓶 裝八成水 又可以幫你們化解大部分的壞影 好 那就生肖了 生肖呢 就有幾個生肖呢 就要特別留意的 第一個就是 今天是范太歲的 年年都有四組人的 熟狗 熟牛 熟龍 熟羊 這些是范太歲的 那最 潮流輕 潮流呢 潮流呢 還有 就有加多種 熟雞的 那但是傳統應該就是 以前都沒有計這些 那所以呢 我用一些傳統的方法先 就是熟狗 熟牛 熟龍 熟羊 這四類人呢 你用一個化解的方法呢 你可以擺一個黃玉 或者是紅色玉 做的兔子 摺身 掛著 紅玉 或者黃玉做的兔子 那要點就是要象徵度高 要象徵度高啊 還有呢 就 不要太小隻啊 我可以守著卑貝那麼高啊 這個 東北東朝裡面 最好的 今天呢 最好的就是熟蛇 熟蛇 那麼 合虎太歲呢 就是有熟酷啊 熟虎啦 這些是合虎太歲 合太歲的意思就是 德虎太歲支持你 那麼做的東西上來都是方便一些的 熟蛇呢 因為他吉星就到 那些熟蛇呢 熟蛇呢 有 但是都是一些 就是 西明西眼的 那麼所以呢 蛇今年是相當之好啊 那個生肆 生肆來做的 不過呢 就這樣 講這些生肆 吉空呢 其實呢 就是年去匪的而已 那麼我們講 運啊 命呢 就是八字 四柱 再加上你的運 就是五柱 再加上流年 六柱 那麼六柱裡面呢 就是八 六柱十二個字裡面呢 一個字而已 一個字 從今年的年去比 最多最多的是十二分之一 所以呢 合太歲的 不用太開心的 犯太歲也不用太擔心的 因為其實始終都是看回你自己的命運 好啊 看一看的問題 就是西西 又未來樓市好 今年是好的 只不過呢 今年才入市的話呢 就能機四伏了 所以今年應該是賣樓的時間 又不是賣樓的時間 你就自己看看 什麼時候是賣樓時期的天空最好 好 香港是一個複利 如果樓市升的話 差不多全港的樓都升 樓市跌的話 全港的樓都跌的 不管是哪一區 分別是誰先誰後 走先走後都差不多兩三天 所以其實民先區都沒什麼用 但是我就會強烈建議你 就算你不賣樓都不要賣樓 先看七年先看一九年先 因為我有機會錯 你看到明年你就可以看得清楚些 不要賣樓 不要幫你的兒子你的女兒賣 要不然你亂了她 除非你幫我買了 給了 那兩千萬你幫我給了 那你不要幫她給八萬 希望她繼續供 那不然你死掉了 那如果跌跌了呢 她繼續都要供 講完幾時會出勾 我看過呢 有兩個時間 有兩個機會的 有兩個機會 第一個機會呢 上次鄭樂莊那年 就是2022年 是啊 我這麼巧 就是順便看完 也不慢慢看 不慢慢看 第二年呢 就應該是 如果2022年 脫鉤 就是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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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 就是說呢 應該是2022 或者是2026 就會脫鉤 脫鉤呢 之前我沒有看 就是因為這些問題 所以我再看一看 她應該是脫鉤之後 跟著就跟人人被化鉤 跟著呢 就會散微星席 就散微星席 這個你自己掌握了 你自己掌握了 你自己掌握了 未來的經濟會怎樣 哪個行業會較好 哪個行業會較好呢 香港靜悟來了之後呢 沒有所謂的 都是MTR 你們的子女啊 魚生啊 雜仔啊 這些 運用你們現在最大最大的人士 就是MTR 這裏可以說多一點點的 可以的 因為 剛才說 會靜下來的 香港會靜三十年 靜下來的原因 其實很明顯的了 大公司搬走大 因為沒有那些大公司 沒有了高於人工 高薪的職位 那些人才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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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於是呢 你沒有了大公司 沒有錢 沒有了人才 那你香港 你留在那裏 所以呢 就會靜了 那你做什麽的行業都好 你在哪一行都會 都會是落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裏面 那所以其實也都沒有所謂 叫做哪一行叫做最好 那當然啦 如果你能夠 就是你那些晚輩 你那些紙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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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 這個是很穩陣的 因為其實是 你會建議它呢 如果就算是 有紙質質 出COP這些公共公公司 那你都建議它呢 就是拍回大碼頭 一個小碼頭 因為當這個市場刷了之後呢 你一定要拍大碼頭 拍小碼頭 就很危險的 啊 那一個原因呢 其實呢 就將來會 從政治經濟角度 就不是我的飯 我就跟這個風水角度看的 因為在下一個雲 現在這個運,上海的運下了水 上海的運下了水,所以上海起雲飛 不能起雲,沒什麼作為 大陸的經濟,即是從金融,好像沒什麼作為 但是在下一個運,就是由2024開始 上海的運就上岸,上海就起雲 上海就起雲了 跟著世界金融中心,既然成為金融中心 到時其實這個人民貴 已經是世界貨幣 香港在金融空間的利用價值 就已經磨落 那艾公司來到香港,為什麼要來香港呢? 再經香港,再上廣州,再上海,北京 到時是不需要的 第二件事可以看到,在下一個運 就是2024到2043的運 台灣人會主動要求回歸的 這個現在說起來好像沒什麼可能 說我愚蠢啊 但是到時可能真的亂說 這個罪行說 那你不要當避窺 但是我這樣看 就是它主動回歸之後 就是不要說實際發生的 它一說就 香港的政治上的利用價值都沒有了 那金融政治兩方面的利用價值都沒有了 而所有隔壁的兄弟都這麼討厭香港的話 那你們其實可以想像得到到時的兄弟 所有隔壁的兄弟怎樣對香港 所以這個就是香港為什麼會靜下來的 那你們不用想啊 你們說要錢幾多萬半金 不是這樣 是黃金 那你們不用擔心 不過 你們要和你們這些年輕的背 就是提點一下他們 要放眼看闊一點 不要只看香港 因為只看香港呢 那這樣 香港雖然說靜下來而已 因為香港在亞洲又是中國一部分 那在風水上呢 就剛才我講過嘛 因為未來是亞洲的世界嘛 香港雖然這個運是退運 但是實際情況呢 就不會太差的 不會太差 不過呢 到時你看到很多東西 你都覺得呢 是可能很激氣 就是很不開心 但是只要你放開懷抱 就是 不要這麼計較 可能是沒有什麼 對年輕人的背 如果要賺錢 應該都沒有太大 我猜 我猜的 這個不是計出來的 但是呢 如果要發展 那就沒有了 就是沒有發展 那都是要 就是 向外望的了 向外望 那向外望 最好當然是大陸 但是有其他地方可以考慮 但是那些地方呢 其實都是跟著中國走的 那所以呢 就是 就是中國上 就是上 那當然你去到華麗西亞 越南 都一樣有 事情都可以做 但是 就是看人家都不喜歡了 你們這些年輕人都累了 那些兒子啊 孫子啊 喜不喜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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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哲走勢 什麼時候是最佳出貨時機啊 啊 林哲呢 今年是升的 剛才我講了啦 那應該在過十月見頂啦 那你們自己去掌握 那跟著19年呢 你應該會跌的 啊 啊 那你們時間呢 你們自己去掌握了 因為 啊 他是不是真的在十月 或者 家當法的十月 或者去到十月尾 啊 十一月頭呢 啊 因為啊 如果說 舊領呢 這個雖然是去到 一月六月的嘛 十一月七號啊 那應該 那所以啊 你們自己掌握那個時間 不過 如果你們不是想著 賺盡最後一分的話呢 那其實很容易掌握的 如果你們想著 賺盡最後一分的話 那應該會更快一點 那哪個板塊最好 那是 很多個板塊都好的 實在 除了這個火電煤之外 那 那 但是這麼多板塊之中 我覺得 就金融是 穩陣很多 就是它升得來 應該穩陣些的 內房股都好 內房股 因為其實冬年 我看的就是 全頭的樓 屋 價都是會上 那 那如果 你們有些人呢 英國有牌子 買了樓的那些 就要小心 因為它明年呢 會有個大樓 那 所以呢 如果啊 那這個樓呢 是全面的話 那就是說 除了屋價呢 英國有樓 到時 如果你們 英國有樓 有樓 如果你們 不能在高位套現呢 你就損失可能 很厲害 這個你們自己想想 那些人 未來哪種貨幣最好 那 剛才說了 這幾年 這幾年來講呢 其實就是 最穩陣的 就是 那個貨幣呢 就是人民幣 它是很穩附地上的 就是以前呢 有一陣子 那些人 現在人民幣是不會跌的嘛 所以當幾年前 我說了 1516 人民幣會跌的時候 那些人說 我居然 那 但是跌完啦 跌完之後呢 那這幾年又再上升 那其實長線來說 一個非常長線呢 在2030年來說呢 都是人民幣的 都是人民幣 因為我有另一個看法呢 就是70年 70年來呢 人民幣1元 可以到美金3元 是啊 是啊 那 這個是范克風 這個范克風 這個范克風 你不要上那麼遠 70年來 我還未都應該不在那裡 在座很多位 應該都不在那裡 就是看一下 那隻牧海 范克風 那 投資哪個國家地產 最好 是很多 其實整個北南亞都是好的 整個亞洲除了日本 都是好 這個是 整個亞洲都是好的 除了日本 日本的難搞 因為日本其實是 什麼呢 是亞洲的大陸 那個護手沙 所以它的運 就是它是吃一個運 就是不會好像 比如中國 美國 這些 講了幾百年的運 就不會有的 所以這樣呢 就變成了 在日本現在 哇 日本的廣告 在香港很厲害 有很多故事 說出來 有人在 用三四十萬港銀 在日本買成樓 過個月收成三四千元租 港銀 就是很棒 十幾零息 那樣 就是這些廣告呢 就是 我不知道真是假的 如果你相信的話 你就親身看一看 你住了兩三個月 你才好 你才好真是去諾特買 因為如果不是 其實是工的 因為日本 其實部分 是短期內 都好不上去的 所以你們要想清楚 就是你包括 比如越南 那些 其實都是有上的 啊 啊 啊 200旅遊 今年是比較麻煩一點 今年 因為在香港來說 你向北走 你如果向北走 你就是工危的了 這個呢 我除了說 向北走出外旅行之外 你在香港本土 所以我說 冬鐵會有事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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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呀 但是看哪條線 看哪條線 看哪條線 在什麼時候呢 看當年那條線的走向 是不是犯殺 你沖著殺去那一年 就出事了 就像今年 工鐵 沖著麥上 所以工鐵就出事了 啊 出事了 啊 還沒有完 還沒有過的 還沒有過 所以我和習的同事 提醒他們 要預備 美朝會不會開戰 就是跟金仔和青青會不會開戰 這個是不會的 去年說了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朝鮮半島 走運 地運 在這個運 是對年輕男性有利的 年輕男性有利的 因為他整個運 運軌 在金仔上 這個朝鮮半島有得運 又有個運 所以整個朝鮮半島 包括金仔都是一路好 所以我看就是 開戰一定不會 不但不會開戰 今年的金仔會得到實際的好處 即是北韓會得到實際的好處 即今年 所以開戰一定不會的 好處一定會有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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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